雅歌第四章 我的家傲啊 你很美丽 你很美丽 你的眼在面纱后面 好像鸽子的眼睛 头发如同从鸡猎山下来的山羊群 你的牙齿像心剪毛的一群母羊 刚刚细径那样洁白整齐 它们成双成对 没有单独一支的 你的嘴唇像一条猪红线 你的小嘴美丽 你的两颊在面纱后面 如同切开的石榴 你的景象像大卫的城楼 建造得十分整齐雅观 起上悬挂着一千个盾牌 都是勇士的武器 你的凉辱像双生的母羚羊 是在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 等到晚风徐来 日影消逝的时候 我要亲自到莫药山 要往乳香缸去 我的家偶啊 你全然美丽 毫无瑕疵 我的心腹啊 与我同去黎巴嫩山 与我前往黎巴嫩山 从亚马拿山顶 从士尼尔和黑门山顶 从狮子洞 从稻子山俯望 我的妹妹 我的心腹啊 你夺去了我的心 你用你的眼神 用你项链上的一颗珍珠 夺去了我的心 我的妹妹 我的心腹啊 你的爱情多么美丽 你的爱情多么美好 比酒更美更好 你高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料 我的心腹啊 你的嘴唇低密 好像风房低密 你的舌下有蜜有奶 你衣服的香气 好像黎巴嫩山的香气 我的妹妹 我的心腹 是上了栓的园子 是上了锁的水井 是封闭了的泉源 你所栽种的是一所石榴园 有极美的果子 有凤鲜花和拿达树 有拿达和翻红花 昌浦和肉桂 以及各种乳香树 墨药和橙香 与各样精选的香料 你是园中的泉源 是活水的井 是从黎巴嫩山流下来的溪水 北风啊 兴起 南风啊 吹来 吹进我的园里 让其中的香气 散播出来 愿我的良人 进入他自己的园中 享用他加美的果子 他们就会给大家看